MING PAO TORONTO 雖然上海新增800多宗本土感染 比起前一天反彈了4% 包括有84宗確診和784宗無症狀感染 但當地持續擴大復工復產 根據上海證券報報道 上海已明確三階段復工復產的時間表 6月1日後會加快全面復工復產 不過月底前復工的企業仍然需要閉環管理 按照交通恢復情況 員工可以用公共交通方式上班 下個月開始 沒有疫情風險區域中的企業可以取消閉環管理 上海地鐵四條線今天亦開始率先復洗 行車時間是每天早上7點到晚上8點 都算是這樣的 市內273條巴士線都恢復了營運 主要是服務於機場、火車站、三甲醫院和各區中心的醫院 上海防控疫情措施 所以逐步放緩解封 在這一刻現在又似乎輪到北京 逐步變得緊張 北京進一步加強社會免疫情防控 又多一個區提升了管控 目前北京有五個區是大規模暫停室內經營場所 北京本土疫情已經持續了差不多一個月 在過去一天錄得63宗本土感染 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昨天宣布 為了盡快切斷疫情的傳播 會爭取用最短時間實現社會免清零 進一步重嚴重緊地加強社會免疫情防控的工作 海電區就是最新的一區 在全區域實行提及管控措施的 小區、村實施封閉管理一個星期 除了這個新家的海電區之外 早前已經宣布管控措施的 有四個區分別是朝陽、豐台、房山和順宜區 全部都會是全面落實重點區域、居家辦公 堅持是非必要是不能夠聚集 區域裏面所有的室內娛樂、體育場所 全部都要暫停營業去降低人員流動性 其他區分堅持要進一步降低他們的渡缸率 全市的景區景點都要暫停開放 各類公園按照30%限流開放 與此同時北京所有大專院校都要嚴格實施校園封閉管理 加強學生健康監測和核酸檢測 講起檢測有一宗相關的新聞 北京有一間檢驗實驗室 近日被揭發它的原始檢測數據 明顯是少於那些樣本檢測數量 涉嫌造假 沒有那麼多的檢測數量 又怎會在何來檢測得來的數據呢? 這個檢測機構就是北京浦石醫學檢驗實驗室有行公司 上個星期五被吊銷了醫療機構執業的許可證 公安昨天以涉嫌防害傳染病防治罪立案偵查 就是對一個38歲的實驗室的實際控制人 姓周的周某和一個37歲的法定代表人 這個姓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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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根據第一財經報道 一名地方疾控檢測科的負責人表示 樣本檢測數據就是出了結果的樣本數目 而原始的檢測數據就是真實檢測的數據 原始檢測數據少於樣本檢測數量 可能就存在較大批量是沒有檢測就直接出了數據結果的情況 這樣就會帶來疫情在社會面引力傳播的可能性 幸好在香港沒有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在北京核酸檢測醫學檢驗實驗室 4月的審核合格機構的名單裏面 這間撲石醫學檢測實驗室是其中之一來的 是防山區三間核酸機構之一來 北京的情況現在就沒有上海當初的情況那麼嚴峻 不過當然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 微博上面那些人表達的事 當地人民都仍然是憂慮 管控措施會不會變得好像上海那麼嚴厲 那都是一些正常的憂慮 提及到上海的抗疫措施 內地人都有不少不同的意見 其中一位就是除雷 為什麼說除雷呢 除雷的來頭是這麼小的 在今個月接替了劉強東出任京東CEO集團總裁 除雷幫助京東集團搭建市場營銷和公關體系 還有移動端產品研發體系 包括用戶全生命周期管理會員用戶生態 通過對京東商城這個APP的全力打造 是推動了集團向移動化的戰略轉型 加速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變革 除雷率先將京東的供應鏈能力對外開放 為行業開放有序發展做了很重要的貢獻 其中一個項目主導設計了京東618 京東618已經是成為每一年中國經濟標誌性的事件之一 說了他這麼多背景 為什麼呢 就是近日除雷退出了所有微信媒體群組 他在出任京東集團CEO之前 除雷在多個媒體群組裡也挺活躍 經常會講及一些有關京東的業務 足球等等的話題 在上海疫情關鍵的時期 是關鍵的時期 除雷是曾經發表了上海物資供應的一些相關言論 有好幾次是隱悔的 不是很明顯的 是隱悔的 是批評政府的措施 雖然是很隱悔 但仍然是引起了大家很大的關注 他究竟寫了什麼引起大家這樣的關注 他在微信的朋友圈裡有這樣寫過 京東在抗疫救援方面 從來都不會節省的 從來都不會算帳的 那些貨物不是問題 運送的能力都不是問題 但在特殊的情況之下 有些事情不是京東自己就可以解決到的 我們有力都是用不出來 他又說 政府一定要知道什麼才是保民生 不是還衛 不是衛生 不是公安這些公共部門就是保民生 至於他是不是真的受到壓力 才退出所有的群組 不再說話 就真的是他自己才知道 不過有時候我也在想 我就不太明白 真的在坊間 在民間 就政府不同的政策 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甚至是相反的意見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不了的事情 其實多些交流 雜思講益 不是更加理想的嗎 當然在這個個案 我們真的無從得知他本人 有沒有受到任何壓力 不知道的 不過就算沒有受到任何壓力都好 如果純粹因為自我審查 就算是為了大局好 都覺得不能夠再發聲的話 就是有點可惜 但是你玩來玩去 你也是玩重草 你為什麼這麼鍾情於重草 其實重草有什麼 這麼吸引你這麼好呢 很了解整個重草 我亦都相信 很相信 是我的重草 我自己做了一百年 連野生重草 怎麼來香港 怎麼買都不知道 我看到你的品牌 就叫做 重草大王 但是產品 自己 就叫做 重草19 什麼意思 其實 希望人類比較容易聯想起 COVID-19 香港所有的重草都改自己的名字 做培植重草 就不再叫做野生了 這條問題很深 繁榮的香港 除了看得見 和整天聽得到的弱勢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 每天走過你我身邊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 我以前走錯了 現在都是想做回個普通人 但是 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歡就是放學的了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 我都在媽媽接的 然後我只在醫院 人們經常叫我看開些 說避開不要等那麼多 就行了 但其實有情緒病 我也控制不了的 我每次都想要幫忙 但我的韓國語 是媽媽的 繁忙的香港 增分奪廟的生活節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 弱勢中的弱勢社群 其實極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們家人 精神復原人士 少數族裔 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需要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鼓勵 善導會在香港服務已經超過60年 邁向65 我們誠邀你正視這班隱形的弱勢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們 用更多元的形象 為一眾弱勢社群同行 除去他們身上的標籤 幫助他們發揮潛能 貢獻社會 你永遠不知道 他的轉身位究竟在何時出現 就算是一場硬仗 我們都會堅持 因為我們相信 捉住這個機會 你就可以改變他的一生 忍你的支持 我們一起為每個轉身 創造更好的未來 一起共建香港 為包容而安全的社會 你的捐款對我們很重要 請支持香港善導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永不一个人 回报每一脚印 我在你的附近 同行全靠组于 现在与内连成一人 难过是昨天 来记住这天 期盼在某天 能信没有天 和你共挽手梦里边 再次遇见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这里讲完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噴霧四维噴 让它里面的尺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了 Mr.Expand 结痹主意 好主意呀 我们下期待